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幽娘驾驶 这一集我们要带着大家到 花东游山玩水泡汤吃美食 新车见底耶 对 料槽酥炸 超美的这里 在地的阿美姐要跟我们的粉丝 介绍来这里泡汤 你说要泡八次 随缘随遇随喜 能吃到是福气 大家早安 我是幽娘教师 这里是台东海滨公园 旁边的秘境 今天早上呢 我们准备在这个泳泉的内湖 玩SUV 今天早上我们准备滑着小船去上景 哦 满山的 感觉水非常干净哦 走 这里的水超级干净 清车见底耶 对 这水真的很干净耶 对啊 令人惊艳 我们现在启动的是电推的慢推模式 漫游活水壶 这个水干净到 让我想到一句话 叫做水清则无鱼 所以要浑水摸鱼的朋友 可能不适合来这里啊 哈哈哈哈 哇 超美 非常感动在国内 竟然能看到这么清澈的水 真的是人间天堂 世外桃源 水上活动者的天堂 哇 什么时候 要求一潭清净的水有这么难啊 我觉得 越文明的国家 应该水要越干净 我们台湾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这里的水超级干净的 干净到 有一点点垃圾 都觉得非常不协调 我们决定 把这垃圾捡走 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来 副驾驶 交给你了 小心哦 小心哦 这感觉是浮球耶 不是啦 这是他们做记号的浮球 没事没事 咦 秘境耶 这里有好多狗啊 因为 在上面有看到有人放了几桶的狗飼料 看起来这里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狗 哇 这里是野营地耶 可以 我觉得可以 滑过来露营耶 而且这里有旧的塑胶椅 应该是有人来过 在台东清晨的SUP时光 远处静密的山 天上悠闲的飞鸟 此生河的荣幸 可以在这里享受 这样的水色天光 超美 来 既然我们来了 就把这个钓客丢下来的 这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来 靠边 我们把他带走 我们把他带走 还有幼儿龙啊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可能是风吹的 也有可能 我们不要让他出现在这里 好 带回去吧 这里就是凉亭旁的下水点 看到没有 这里 这个点不错 现在我们测试的是快推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 耗电的情形 10A 15A 19A 22A 副驾驶最喜欢悠闲的手滑模式 现在表演的是 搅乱一时春水 来回在搅动 要喝汤的 搅一下 悠娘驾驶是设备控 喜欢电推模式 现在启动 慢游模式 慢速推动 然后呢 透过电动辅助 我们只要轻轻滑就可以了 主要的重点都是放在响井 哇 超悠闲的 静想一人水上世界 嘿嘿嘿嘿 一早有很多朋友坐在海岸边 吃早餐 想海景 这边有停车场 是免费的 不过水车要自己处理 这边的入口下潜 可以直接进到 台东公园 正前半就是活水湖 中华玩SUV 我们到台东市区 它过来才两公里 非常近 那这边就有非常多台东在地的美食 我们来试这一家 在地最有名的蓝蜻亭素食店 这一站我们带大家到台东的美食 我们客来吃了 它主要是卖大肠面线 运气不错喔 不用等 不用等 坐下就有得吃 哇 料草实在 嘿嘿嘿 这个要泊在有水测点 不然吃那么辣 跑不完喔 真的不错 15了 这么大一碗 和它大肠面线 才65块 好吃 再晚一点 中午用餐时间 非常热闹喔 吃完台东在地的美食 我们准备一路往北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东河的市区 这里天气晴朗 蓝天白云 我们来 带大家来看一下东河包子 老店 这一次我们带大家来吃吃看 旧街的东河包子 在东河这里到处都是东河包子 这边一家 前面100公尺还有一家 旧街东河包子 这个旧街的东河包子 假日时间生意实在是太好了 完全拍不到 大概要等个半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来到东河社区 镜头这里 它自己坐东河桥 车博的话 最好是停在对面停车场 那刚好我们从旧东河包子那边过来 走到底就是这一座桥 车子不能过 我们等一下先步行 看一看这边的地形 这一条应该是旧的东河桥 对面那一条是新桥 看到没有 红色的 离海更近 而且呢非常显眼 这里是东河桥油气区 停车免费 这里有男女侧 非常干净 旁边是旧东河桥 下面可以玩独木舟SUP 现在我们带各位到东河驻车场 那也是一个野营的博点 哇这是最靠近海的一个驻车场 蛮有特色的 我不走了 你看 超棒的 离一大片的海 水水水水 真的很适合野营啦 只是 要厕所的话 要在刚刚那边上 好再下来 准备从路边 这里下切 看看能不能转过去 觉得蛮适合来这里剪漂流母 好 这边可以掩饮 可以掩饮 超有味道的 这边有我们在地的疯狂玩家 他们专门做水上活动的 老板很客气 留我们晚上下来要 烧柴烤肉喝酒 嘿嘿嘿 老板人非常nice 贵姓哪 姓文姓文 看到没有 疯狂玩家 怎么称呼比较好 大风 正中间比较深 刚过了好小就要稍微靠左侧 那边右侧又太浅 你就看到那边有浅太浅 右侧 最深是在红补台 直海桥那边 好 谢谢 东河桥下面出海口 我们来测试我们的水推 用到现在都没问题 海水淡水都试过了 这次再试试看 挑战出海口 上 这个风有点大 一定要顺风哪 哇 你看 侧风的话 马上被吹走 哇塞 几步维艰啊 副驾驶什么都没拿 就已经走不动了 这个是半咸水 出来 出来 蛮浅的这边 先上来 上船 走 走 走 推 风太大了吧 整个 搞什么东西啊 我们准备到教练的 建议啊 就是从 旁边到过去 那边比较浅 真是没有水推根本不会走好不好 水推走了 晚上割陷了 哇终于走上正轨了 风一吹马上就偏梨航道了 诶 过来之后就没风了 真怪 原来那边是一个大风口 到虹桥这下面 这个房间完全没风 这边又有风了 上面的游客 正在跟优娘驾驶揮手 真是太舒服了 看到没有 站在船上 视野完全不同啊 现在优娘驾驶啟动是慢推 悠闲的滑行模式 这个大石头边非常浅 我直接站在这里 帮副驾驶拍照 看到没有 超浅的 来 拍照拍照 要有桥啊 要有桥啊 搁浅啦 这个大石头 风刚好吹 要把我们拉过来 如果各位玩SUP 想要有烤照 闪避障碍物的快感 那你可以来这里 不小心就卡到石头 搁浅啦 超美的这里 站起来的视野就是不同啊 这里就是马武枯析的秘迹 现在我们看到的白色石灰岩 就是近年来爆红的小冰岛 哇 真是鬼斧神功 令人赞叹 在这里玩SUP 真的是不一样的境界 来 压船 姐姐 转弯 不是 因为我站起来吃风啦 吃风根本不会动 怎么样 压下来 来喔 可以喔 来 压船喔 哈啰 哈啰 上面的好朋友 这里有部落屋住宿 还有竹法体验活动 不过 现在看起来更流行SUP 和独木舟 我们看看这里上去是哪里 有没有更近的下水点呢 这里有一条路啊 水泥路 看起来 这里踩得到 大概到膝盖 到膝盖 它应该是从前面那条路 在直直开进哪里 我看一下这是哪里 你在这里等我 很凝硬耶 对啊 都是南海沟啊 我还是建议从前面下 这里很凝硬 哇塞 烂泥巴 难怪它做一条线 要让人家拉着上来 我觉得那边石头 应该好上一点 那里比较硬 这边都是泥土 这个步道如果可以通到虹桥的话 那以后从这边下来就会快很多 可是 感觉上不去耶 这边越拉越远也不可能啊 准备回航 前面的浪好大 我们停车点在这边 如果定速的话 来不及关 那手压着这一种 控制速度会比较稳一点 你看 真的卡住了 真的卡住了 又有车来了 因为太好玩了 大家都来玩了 太好玩了 全国剩下这里有好天气啊 这个有难度哦 风一吹全部都buck了 其实趴着它比较不吃风 好风啊 回来了 外面风好大哦 车上真的是太幸福了 这个洋葱甜甜圈一份三十五 哦 可以哦 十块也是一分钟 嗯 好吃 每一份有六块 哇马上就有热食 两分钟 马上变回热腾腾的炸鸡翅 它薯片有笑脸 我现在还看到 好可爱哦 你看 好好吃哦 热热的好吃 尤其今天风大好冷 蛋炒饭 剩下的店里还可以蛋炒饭 太厉害了 告别了 热情的阿风教练 我准备往下一站 我们要去泡温泉 到今天的博点去啦 今天的早点 对对对对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今天傍晚英语绵绵 我们准备 从台11线穿越玉长公路 往安通温泉出发 今天晚上呢 我们带大家来泡安通温泉 他就在安通温泉饭店的对面 这个路口进去 每次来花莲啊 我们几乎是必来安通野溪温泉 免费的 今年他做了一些装置艺术 在河边 超美的 下面多了两个野溪的温泉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热 大概就30度左右 有池子 但是水不热 安通温泉 泡汤匙的后面 就是一条野溪 听在地居民说 早期在这野溪 也是有温泉可以泡的 今天来安通野溪温泉 今天来安通野溪温泉 这里建置的更完善了 中间的洗澡池 是在地人准备的 连蓬头 旁边两池是泡汤匙 然后旁边又建置了一个更衣室 不过听在地的人说 很多游客跑到这里上大号小号 都有点夸张 所以各位如果过来的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 哦 不错耶 之前好像没有注意 这对女生来说非常方便 还有一张椅子 如果要来安通野溪温泉泡汤的话呢 我们一般鞋子是摆在前面 在这个汤匙前面的地上 就不要穿到后面来 那在地人有些潜规则 也是卫生的顾虑 大家要去帮忙伸手 然后入池前先 身体先冲干净 这边的水算非常干净 在地的阿美姐 要跟我们的粉丝 介绍来这里泡汤 你说要泡八次 嗯 你刚才说要整个泡下来 对 就是脚不能浮起来 有没有 你看手 哦 不知道 手跟脚要靠头脑去把它压下来 哦 靠意志力压下来 嗯 这样子 那边 不是用手撑 哦 不要撑 安通温血正确的泡法 然后泡到全身发热 上来之后是到 吹风到会冷 反正到 都会冷嘛 所以还要再泡 汗都流掉 哦 再泡 然后 今天下一回合 那时候要泡八次 嗯 泡到上来都不冷了 就表示今天任务完成了 对 好 谢谢阿美姐 今天我们在安通野鸡温血 碰到我们汐止的张先生全家福 咱们帮呼 嗨 他们在开了一下修车场 我看看跟张先生稍微聊了一下 所以修车一定也是把别人的车当自己的车来修 非常用心啊 如果有到汐止 刚好吊车需要帮忙的话 去找我们张先生 幸福的汽车修离场 对 好 哈斗联盟 哈斗联盟 哈斗联盟的 好好好 谢谢咯 拜拜 告别了温暖的安通温泉 我们准备去玉里臭豆腐 每次经过都必吃 现在不一定吃得到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可能他妈在九点半了 但是常常号码牌抽到八点就没了 我们去读读运气吧 这一站呢 我们来到了玉里桥头臭豆腐 它的本店 不过呢八点十分来啊 老板说号码牌全部抽完了 怎么办呢 老板说九点的时候来看看 有没有客户是抽到号码牌 没来领的 九点还有一次机会 那既然我们开露营车 行程非常自由 我们就在这里等等看 今天呢 我们在等玉里臭豆腐的同时 我来喝今天张先生推荐的 安通温泉的温泉水 我们系纸的张先生粉丝 谢谢你 特别装了一瓶给我们 我来喝喝看 身影 但是这种温泉水不要喝太多 因为它矿物质非常多 它身体受不了 哇 感觉是汤匙的味道 怎么这样喝洗澡水 嗯 好怪 大家晚上好 各位观众 不得了啦 我们终于等到了 既然晚上8点10分来 已经没有号码牌了 还能吃到玉里桥头 臭豆腐 感动呢 随缘随意随喜 能吃到是福气 他已经路边停车停到阿泽 定点 注点赶人 对 把他拿一个的 你看到哪一台巡逻车 每一台车都被他赶走 就把他赶走 不然太多人要停了 玉里桥头臭豆腐 稍微涨价了 价格我都调整了 各位可以再参考一下 但是一样的好吃 他们的泡菜真的不手软 然后又有客家味 九层塔 非常推荐各位来试试看 现在我们要到今天晚上的博点 玉里湿地 早到了 在玉里湿地这边 有一个大的停车场 我们今天就先在这里休息吧 晚安 大家早安 我是幼年驾驶 这里是玉里水盾湿地 早上七点钟 一早在水盾湿地这里醒来 放眼望去 就是一大片的美景 看到没有 清新的空气 开阔的视野 加上水盾零零的颇光 超级美丽 我们带大家 到水盾旁的步道走走 挺胸昂扬 虽然花联仙玉里镇的环节保护局 他们经费有限 但是非常用心 用一些回收的素材 创作了一大片的美景 挺着休息 低调清爽 煮东西不要张扬 顿色要 各位观众 玉里镇不是只有玉里面 玉里桥头臭豆腐啊 很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看幼年驾驶频道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们带你深入在地 像这个博点啊 没有人知道水车在哪里 现在我就带各位去看 有没有 没有 左边没有 右边没有 好 来 我带各位去走一下 在旁边大概300公尺左右 身体有厕所的标志 那边有指标 这里是玉里水顿湿地旁的佛心宫 它旁边有开放的公厕 对面呢 也是有几个停车场 如果要搏在这里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好啦 今天的行程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经验 对各位有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记得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车博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 期待在我们的基础之上 各位有更惬意的车居生活 祝福各位 假期愉快 彼途平安 我们路上见 拜拜